深圳 深圳 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 毗邻香港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经济特区 1979年 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 迅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大都市 作为中国最具活力和创新的城市之一 深圳拥有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 和现代制造业等多元化经济结构 著名企业如华为、腾讯等总部设在深圳 推动了全球科技和创新的发展 深圳还以其优质的公共服务 便捷的交通和宜居环境吸引了大量人才 如今 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 扮演着中国与世界连接的重要角色 世界之窗 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是一座著名的主题公园 展示世界各地著名景点和文化 该公园占地48万平方米 于1994年开业 以浓缩世界 精彩分成为主题 集中了世界各国的经典建筑 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微缩模型 世界之窗分为世界广场 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 现代科技、世界雕塑园等八大区域 每个区域都精心重现了世界各地的著名景点 如埃菲尔铁塔、金字塔、太基陵 纽约自由女神像、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等 此外 园区内还有丰富的文化演出和主题活动 如世界之旅巡游、国际民俗风情表演、四季花卉展等 让游客在游览的同时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 作为深圳的重要旅游景点 世界之窗不仅展示了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 还通过多样的互动项目和表演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园内设施完善 包括餐饮、购物和休闲娱乐项目 满足游客的各种需求 世界之窗不仅是了解世界文化的窗口 更是一个充满趣味和教育意义的地方 适合各年零层的游客前来探索和体验 深圳欢乐谷是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一座大型主题公园 隶属于华侨城集团 于1998年开业 作为国内知名的游乐园之一 深圳欢乐谷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 即娱乐、休闲、观光、度假等功能与一体 吸引了大量本地及外地游客 深圳欢乐谷设有九大主题区域 包括西部矿镇、香格里拉森林、玛雅水公园、金矿镇 飓风湾、阳光海岸、魔幻城堡、欢乐时光和儿童天地 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主题风格和丰富的游乐项目 其中 飓风湾的大摆锤、阳光海岸的雪山飞龙过山车 和魔幻城堡的四地电影等项目 深受游客喜爱 玛雅水公园则是夏季消暑的热门去处 提供各种水上滑梯和细水设施 此外 深圳欢乐谷还定期举办各种主题活动和表演 如万圣节狂欢、国际魔术节、花车巡游和烟花表演等 为游客带来丰富的娱乐体验 园区内的餐饮、购物和服务设施也十分完善 满足游客的多样需求 作为一座综合性主题公园 深圳欢乐谷不仅提供多种刺激的游乐项目 还通过创意的主题设计和精彩的活动 打造了一个适合家庭、情侣和朋友 共同游玩的理想场所 成为深圳乃至全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锦绣中华民俗村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是一座集中华文化、历史、民俗风情 于一体的大型主题公园 公园于1991年开业 占地约30万平方米 分为锦绣中华和中华民俗文化村两部分 锦绣中华部分通过微缩模型 展示中国各地的著名景点和历史古迹 如长城、故宫、兵马俑、苏州园林、布达拉宫等 游客可以在一天内游遍中国 感受中华大地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历史文化 这些微缩景观按照一比十五的比例建造 细致入微 再现了中国各地的风貌 中华民俗文化村 则展示了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 这里有56个民族的村寨 游客可以参观壮族、苗族、歹族、蒙古族等 不同民族的传统建筑、服饰、手工艺品 并观看到民族舞蹈、音乐、节庆活动等表演 民俗村内还有丰富的互动体验活动 如学习传统手工艺、参与民俗表演等 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多样的文化魅力 锦绣中华民俗村不仅是一个展示和推广中华文化的窗口 也是一个集教育、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旅游圣地 通过丰富的景观和活动 游客可以在这里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 享受一次充满知识和趣味的文化之旅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云记观光层 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是深圳标志性摩天大楼、平安金融中心的一部分 平安金融中心高达599米 是中国和世界最高的建筑之一 云记观光层位于大厦的116层 海拔约550米 提供了一个360度的全景观景平台 从云记观光层可以俯瞰整个深圳市区 远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南中国海的壮丽景色 观光层配备了高倍望远镜和互动多媒体设备 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深圳的地标建筑和城市发展历史 透明玻璃地板区域为游客提供了身临其境的高空体验 刺激且震撼 除了壮丽的城市景观 云记观光层还设有高端餐饮和咖啡厅 游客可以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欣赏美景 观光层经常举办各种主题展览和文化活动 使其成为一个即观光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 云记观光层不仅是深圳旅游的热门景点 也是深圳现代化发展的象征 它体现了深圳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的风采 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 来到这里都可以感受到深圳的活力和魅力 东部华侨城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严田区大北沙 是一个集自然景观文化体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区 东部华侨城占地约9平方公里 于2007年开业 由华侨城集团开发建设 东部华侨城分为两大主题区域 大峡谷生态乐园和茶溪谷度假公园 大峡谷生态乐园以自然生态为主题 拥有丰富的山地景观和生态资源 包括峡谷漂流、高山所道、森林探险等多种刺激的户外活动项 此外 还有展示环保理念的生态展馆和主题表演 让游客在享受自然之美的同时 了解环保知识 茶溪谷度假公园则以田园风光和文化体验为特色 这里有欧洲风情小镇、茶园、花田、温泉等景点 游客可以在此感受宁静的田园生活 体验茶艺、陶艺等传统文化活动 茶溪谷内的英特拉根酒店群和特色度假木屋 为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住宿选择 东部华侨城还设有丰富的餐饮和购物设施 满足游客的多样需求 园区内的主题演出、节庆活动和艺术展览 使得东部华侨城成为深圳重要的文化旅游圣地 无论是家庭出游、情侣度假、还是朋友聚会 东部华侨城都能提供一个完美的度假体验 让游客在大自然中放松身心 享受美好时光 是深圳最受欢迎的海滨休闲圣地之一 公园占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 拥有1800米长的优质沙滩 面对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 是市民和游客清水、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 大梅沙海滨公园设施完善 划分为多个功能区 沙滩区是主要的游乐区域 洁白细腻的沙滩和清澈见底的海水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细水、晒日光浴和进行沙滩运动 这里还设有多个排球场、足球场和沙滩娱乐设施 供游客免费使用 公园内设有多个观景平台和步道 方便游客漫步海边 欣赏海天一色的美景 滨海战道蜿蜒曲折 适合晨跑、散步和拍照 夜晚的海滨公园更是别具一格 灯光璀璨、海风袭袭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浪漫的休闲环境 大梅沙海滨公园还设有多个餐饮和购物场合 深圳野生动物园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里古畔 是中国首座及动物保护、科研、教育和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野生动物园 公园占地面积约120万平方米 于1993年开业 深圳野生动物园以自然环境为背景 采用开放式的动物展示方式 拥有300多种上万只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 包括大熊猫、华南虎、金丝猴、长颈鹿、非洲象等 园区设有多个主题展区 如草食动物区、猛兽区、鸟类世界等 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和了解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 此外 深圳野生动物园还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和精彩的动物表演 如大象表演、海狮表演和飞禽表演等 让游客在娱乐中增长知识 园内设施完善 包括餐饮、休闲和购物场所 为游客提供全面的服务 作为深圳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深圳野生动物园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了解动物的场所 也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甘坑古镇位于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是一个以客家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旅游区 古镇拥有800多年历史 保留了大量传统的客家建筑和古老的街巷 展现了浓厚的客家风情 古镇内有多处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 如古老的祠堂、书院和民居 这些建筑风格独特、工艺精湛 展示了客家人的智慧和勤劳 甘坑古镇还设有多个文化展馆 如客家文化馆、民俗博物馆等 让游客深入了解客家文化的历史和传统 此外,古镇定期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传统节庆 如舞龙舞狮、客家婚礼等 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 古镇内还有各种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摊位 提供地道的客家美食和精美的工艺品 作为深圳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 甘坑古镇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也在保护和传承客家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